一下飛機旅客家停腳不趕回家 因為剛結束的這趟日本行 碰上大地震 驚險萬分 就整個房子都在搖 我就就是很怕 真的很怕這樣 那現在我們今天回來的時候 也是就是公車什麼都停止了 然後就只能坐計程車去 對 就只能坐計程車去那個車站 覺得差點回不來 差點回不來 就怕回不了家 日本強震不止當地居民 連同台灣旅行團也受到影響 根據交通部觀光署統計 截至二號中午為止 滯留日本台灣旅客 一共二十一團共六百零六人 那目前在我們呢 還留置在當地的 還有四團的一百一十六人 包含了湖航的名古屋 新宇的名古屋 以及長榮的小松機場 會返禮我們 好在全團旅客都沒事 行程結束後安排旅客 速速搭機回台 雄獅 可樂 山副旅行社 三家業者各一團一共九十三人 將在一月二號搭機返台 另外東南燦興旅行社等等 十八團一共五百一十三人 將在一月三號後回台 所有人員一切平安 讓我們所有六十位的客人 加上我們的導遊 會搭乘新女航空的班機 在明天晚上就會回到國門 業者緊急安排班機 改從仙台機場起飛 但台日兩地航班異動多 包括能登機場 跑道出現裂縫緊急關閉 新系機場一月二號 只有國際線兩班 非首爾仁川上海浦東 全線最快要一月五號 才恢復正常運作 開心飛出國偏偏碰上地震 業者緊急應變 要把旅客平安帶回家 靜新郎跟陳志豐 楊宗強 參謀報道 大賊靜新郎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